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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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他就在你的皮膚上随时刺激而动 真的这个你会觉得说他要喝的也注意了 吸的也注意了 衣服上也注意了 可是他是随时在周边 我讲一个案例好了 之前有一个女生五十多岁 然后呢他呢也就是差不多在这种端午节前后 大家是不是大概这时候都要去采买包粽子干嘛的 那他就穿 想说穿着拖鞋就去传统市场采购了 很正常啊 妈妈出门不都这样吗 而且他其实为什么穿拖鞋 他脚上有个小小的伤口 所以他想说这样子不把它包起来 露在外面也好嘛 对不对 没想到他呢就走走走走 走出去一趟回来之后就发现 诶 当时还好 过没多久 开始觉得那里好像有点红红中中 到第二天不得了整个都肿起来 然后怎么越严重越往上爬 赶快去看医生 医生就说 他呢原来回想起来才跟医生讲 他穿着拖鞋到市场的时候 好像旁边有那个处理鱼虾什么的那个时候刚好在泼脏水的时候 他被泼到了 所以他感染一个 怕鬼的 对 怕鬼 他感染了一个台湾有些季节啊 这个菌特别可怕 在某些的海域 那个东西叫海洋湖菌 然后他说医生说那个菌真的很讨厌 因为他呢 你看你免疫力又差你又伤口 他刚好进去 所以他一路就种种种 然后非常严重 你想说怎么可能 后来医生说有些人甚至会因为这一支菌致命 甚至整个这个肉都整个都必须清创 整个都要弄干净 所以他从来没有想到说 什么我只是穿拖鞋出门被水泼到 这个鬼就住进来了 这叫厉鬼 这个真的是厉鬼 这次海洋湖菌真的是厉鬼级的 因为像最近那个我们听到那个我们的Piano Man 我们的那个Alton John 最近在南美洲巡回演出的时候 忽然也是送加护病房 人家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是喝太多吗还是什么的 就不是 是因为他的伤口呢 有一个伤口 然后后来在这个演唱会的时候呢 感染到以后呢 而且基本上呢 非常非常严重 就跟刚刚苏卿姐讲一样 整个都往上爬 害他要住加护病房 可是一开始的时候 只是一个手指上弹的这个 吉他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伤口而已 居然可以扩散到全身 甚至要做到加护病房 你就知道说这种厉鬼不得不防 真的 所以对于医师来说 是不是也最怕伤口上的这些鬼 然后对于人体的侵害 皮肤本身是保护你人体 跟外界接触一个第一线的保护组织 当你皮肤有缺损 就是有伤口的时候 心里本来就很容易跑进去 对 事实上大家常会有个误会 说什么 大家常常会滥用一个名词 叫说只要伤口附近红红的 他就说我蜂蜂性组织炎 我蜂蜂性组织炎 他也很喜欢讲 每次病人进来就看到伤口 好像不是很好 他就说我是不是得到蜂蜂性组织炎 其实蜂蜂织炎只是一个名词而已 就是蜂蜂性组织炎只是说 那才是感染的严重重症 可是大家常常把蜂蜂组织炎得到 好像说我得到蜂蜂织炎我死定了 我会死啊 我会死啊 或者要截肢了 对 对对对 其实这常常就是我们伤口 最重要就是一个消毒嘛 因为当你皮肤有破损的时候 你第一道防蜂组织就已经不见了 这糖蟹菌在你皮肤上一定有嘛 可是他进不去 他没有问题 被你皮肤挡住 所以说伤口的消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报纸有一个案例 就是阿伯骑摩托车 骑一骑擦伤了以后 那就没有很好的care 那所以到了一个礼拜以后 他整个脚都肿起来 到医院去 已经命在淡系 那我们的皮下面的这些脂肪组织 其实就很松散 刚好让细菌往上往下这样跑 那如果你身体沉得住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可能就说局部感染 那如果你身上有一些免疫不全 比如说像报纸报的那个 阿伯是一个高血糖 没有好好控制 这时候你的免疫力下降之后 你开始就会发烧 会白血球增高 对 那这时候就叫 细菌在身上跑了 其实我们这时候 就可以叫它叫菌血症 你这时候就会 有什么叫 这种感染的现象 对 可是等到你没有办法 身体没办法去承受 承受这个菌血症的时候 那这时候叫败血症 所以菌血症跟败血症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只是说 在我们身体的抵抗力 你能不能够保护到这个界线 如果不能保护 那界线就一跨就过去了 那就有一个问题啦 因为其实每个人都受过伤 不管是小时候被切到啦 或者说是跌倒的时候擦伤等等 Paul 你自己都怎么处理 没有啊 就是一痛二负啊 就是这我们最常的检测 就比如说我们切到 或者是雷到的时候 我们一定的第一个就是把 拿自来水来冲 把上面那些所谓的砂石啊 先冲掉 那时候就会很痛 啊 你想说痛的时候 就是可能在杀菌 应该就有杀菌的功能 心里就会不会 因为那么痛要干嘛呢 对 然后冲完以后呢 再赶快拿那种我们知道的 就是贴符袜嘛 就是把OKPOL贴上去 然后通常贴了以后 然后就会看到 就觉得是个符袜的功力 符袜应该蛮有效的 对 然后一贴 贴久以后就开始 旁边会泛白 然后泛白以后开始咬起 就开始湿湿了 对不对 就觉得说不贴不血 因为整个好像那个 OKPOL都湿掉 所以那个一湿起来的时候 发现里面那个伤口 都已经软软糊糊烂烂 那个时候又来不及 这时候再去找医生 好 那我们先来问一个问题好了 我们就从刚刚提到说 用水冲到底对不对 我们来看 大家处理伤口上面 有非常多的迷思 第一个 我们请四位来宾作答 用双氧水 酒精或优点 帮忙伤口杀菌 对或不对 请作答 Paul说对 素卿说错 两位医师说对跟错都是 为什么 包括Paul他是用清水冲 越痛觉得就是在杀菌 到底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双氧水这个问题 双氧水酒精或优点 它可以帮忙杀菌 是对的 因为双氧水 它那个杀毒 消菌的能力非常强 酒精跟优点 酒精当然杀菌能力也很强 优点点离子 本身就可以杀菌 所以如果你单纯说 它可以不可以帮伤口杀菌 我们觉得那是对的 但是有个问题是说 双氧水它除了那个杀菌之外 它对正常的组织 破坏也很凶 破坏的也很凶 对 它很坏都已经清掉 所以双氧水在以前 大家看到伤口很脏的时候 你这样滴下去 它就一直冒泡 我小时候也一直这样 而且点那个时候是最痛的时候 都觉得本来没那么痛 可是你痛在心里 你就会 你痛在伤口 可是你手在心里 因为你会觉得说 好像你心里有在杀 妈妈会跟你讲说 你要点到那个没有冒泡为止 对对对 其实反正点到半天 怎么点它都在冒泡 要点到没有冒泡的时候 永远都不可能 只是我们说现在因为这种东西 轻疮的方法很多 你不需要用一种 那个玉石俱焚的方法 因为对我们来讲 这个太极端了 就是你用这种轻疮的话 你正常组织也被伤掉很多 另外优点也是 优点是说 优点虽然它比较不刺激 但它消毒力非常强 但是你知道吗 优点一直在 因为我们常常 最后大家患药的时候 优点常常这样抹上去 抹上去之后就干掉 就变成色素沉着 可是你知不知道优点的话 它会影响到伤口的愈合 对 所以我们认为说 它杀菌之外 你优点点完之后 你最后还是要稍微把它清一下 让优点伤口上面 不要沉有油 怎么清啊 用生理食言水把它清掉 用水冲一次 对对 没有没有 可是我们会建议 就是Paul你这样做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 如果你不想要去买生理食言水 因为有时候生理食言水 外面药房卖的还蛮贵的 你可以用煮过冷开水 但是你不要这台水 直接这样冲 那里面细菌太多了 对啊 所以用这个一般的水冲 其实是不对的 一般的水冲是不到好 因为你不知道它来源嘛 对 刚刚还讲就是 这些东西在使用上面 其实还要分别的那个伤口 如果你是一个很脏的伤口 你用这些消毒水 那是无可厚非 可是如果说你是一个 干净的伤口 其实有时候 并不需要用到那么多东西 甚至身理食言水 化一化就好 那我要问一下 因为很多人家里头 一个水壶煮过冷开水 就摆在那儿三四天 还可以用吗 不行啊 就不行 所以要几天 多久之内的 就是你煮啊 就让它冷了就可以用了 稍微就用一下 对啊 那还是买生理食言水 那还是女生比较方便 因为几乎那个眼镜 都有生理食言水 对对对对 那现在有小瓶的嘛 对就是一个好方法了 所以记得是生理食言水 而不是一般的水哦 再来呢 第二题 保持干燥 不要碰水 好得快 对或不对 请作答 诶 又来 对 来 为什么你觉得对 对啊 因为我觉得干燥的话 基本上就会 那个湿豆的话 不是这种所谓的病菌 容易滋生吗 所以如果干燥的话 就不会容易有病菌成 就一下就就愈合了 对啊 干燥 而且你不记得 我每次这里有伤口 洗澡都还举起来 怕水泡泡到的啊 都超错的啊 就觉得完蛋了 碰到水 妈妈就会说会发红 发红 小时候都说 妈妈如果摸到 那种水会发红 然后想发红是什么 就是说红 就是发炎 所以就很错 只要有伤口的地方 都要上去就洗 对对对对 我们觉得妈妈都很有学问 因为发红讲的真的很好 因为你碰到水 真的会发红啊 为什么这题是对也是错的原因 就是因为要看伤口的不一样 什么意思啊 如果要看伤口的种类 如果今天你是 因为伤口我们基本上 我们可以分成开放型跟 跟关闭型 如果像比如说 你今天去我们医院开刀 开个肿瘤 开完之后我们就缝起来 对 这种伤口我们就会建议你保持干燥 这就是封闭型 这就是封闭型的 不需要 可是为什么 但是如果是因为你是一个开放型的伤口 我们就不会建议你保持干燥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假設开放的时候 你正常的组织 你想想看嘛 组织是需要水分 它才会生长的嘛 对 你如果说保持很干燥的话 它只会结硬疤 它只会结硬疤 它正常组织是长不过来的 可是我们就觉得结痂 结痂以后就好了 但是你结痂那就是碰运气 就是碰运气 就是说今天你有没有看过 因为有结痂里面 里面在发红的 如果你今天的伤口还蛮干净的话 你外面结硬疤 OK没问题 底下也没感染 运气很好 整个疤掉你也好了 但是伤口就很丑 因为那个是用结疤 它是一些纤维组织硬长过去的 对 真的吗 但是如果你今天保持湿润的话 正常的组织系画就会长过去 你以后就比较不会有疤 所以大家都觉得结痂 就是快好了 而且结痂的时候 旁边会痒痒的 代表其实是愈合的线上 是不是这样觉得 没错 我们来来举个牌看一下 有 觉得说就是会痒痒的 真的就是这样 就是会痒痒的 因为痒的时候 就是组织在长了 请作答 这个医师怎么觉得 这个人快选 好 你說錯 那來 朱醫師你說對跟錯 什麼意思啊 真的就是好啊 真的會癢啊 我常講那個傷口要 癒合靠的是上皮長過來 那上皮長過來 其實基本上這個 跟癢不癢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分別 因為你需要的是一個 生長的力量 所以為什麼剛剛講說 會留疤 其實疤就是 兩邊的上皮長不過來 然後一直撐 所以最常見的就是那種燙傷啊 那整塊皮膚都已經被 燒得很厲害 那你沒有上皮 沒辦法長過去 它到最後就是 整坨東西會炫在一起 對 那燒癢其實 我臨床上見到比較多 並不是長好 是因為貼紙膠貼太多 貼太久了 可是為什麼大家都覺得 結膠旁邊就會癢癢的啊 沒有啦 有時候是你藥膏抹太多 那抹在旁邊 你沒有洗乾淨 所以正常的傷口癒合 不應該癢癢嗎 不是 它不會癢 不會啊 我覺得癢才會好 沒有 因為其實那個 我們在立場上最常看到的 病人的傷口會癢 就是它也有換藥 然後其實有些人 他也是沒有蓋紗布 他就這樣開放 他也是會癢的原因是因為 他傷口其實都沒洗乾淨 對 他覺得 他自己好像有這一錘稍微洗 但是你知道嗎 大家在換藥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很客氣 很優秀 很優秀 因為很怕痛 怕痛嗎 對 洗別的都很大力 洗自己的都很小力 你自己在換藥的時候 你都會很怕痛 所以其實很多藥膏 它都一層一層的疊上去 久了就會癢了 你傷口旁邊也在癢 所以其實不是傷口好了在癢 對 還有就是說 我們外科的傷口縫線 縫線其實長好了以後 身體會有一種 想要排斥的作用 所以那種癢並不是 你說 我為什麼會寫說對或錯 就是說 你那時候已經快好了 然後會覺得這個 尼龍腺在你傷口上 是這種刺激 醫物感 所以那個也會癢 所以基本上 它不是一個正常現象 我們今天才終於知道 所以我們從小到大 它算是運氣很好 對啊 還不到現在 不然早就被鬼 抓起來了 真的 好 傷口包紮好之後 不要常常打開換藥 Paul說的啊 貼了符咒了 對不對 對啊 對或不對 請作答 初心說錯 Paul說對 兩位醫師又說對跟錯 這怎麼回事啊 到底要換不要換 怎麼這麼模擬兩可 不是 這還是要看傷口的種類 今天像如果你今天傷口 是乾淨的傷口 比如說你今天只是輕微的被熱水燙傷 其實熱水本身沒有什麼細菌 你只是稍微燙傷 你的傷口是開放些 又有薄薄的 有的現在時下 很流行一個換藥方法 就是貼人工皮 對 這邊也有人工皮 你就把它蓋上去 這種就不用勤於換藥 這種的話 你大概只要等說 如果人工皮 因為人工皮本身會吸 那個組織的水分 你只要等人工皮吸的水分 到一定的量 它會鼓起來 你就把它換掉就好了 你就不用說一天換個兩次 三次這種就不需要 可是一般如果是骯髒的傷口的話 就需要常常去換藥了 因為傷口最好常講的 傷口最重要就是無菌 你不管你的敷料有多好 你的敷料本身有沒有抗生素 你擺久了 那抗生素效果也會失去掉 它就是會變髒 你就是要給傷口一個乾淨的環境 你就要常常換藥 像我們在病房裡面的話 像有些人 他傷口是像褸瘡那種 很髒的 我們甚至四個小時 四個小時就要換一次藥 對 但是像那個人工皮的話 有人甚至一天 就是他剛開始的時候 可能他一兩天就要換一次 因為很快就吸滿水了 可是到最後他那種傷口 可能比較乾的時候 他甚至一貼就三天四天 才需要拉掉 好 那到底怎麼樣 正確傷口的處理 因為大家都有這樣的經驗 小朋友跌倒 挫傷什麼 其實每個人都有這樣子的經驗 正確傷口的處理 到底該怎麼辦呢 我們廣告之後來告訴大家 另外其實今天請到 兩位外科醫師 因為他們是滅鬼高手 滅菌高手 看過那個伊隆吧 就是那種 就是醫師外科手術的時候 都要刷手 為什麼他們需要這樣刷呢 這回歸到我們的生活 又可以怎麼做 馬上告訴你